看到很多這種傳統的AP寶牌的這種輔助 像是這種卡瑪阿以及納米阿這些角色 其實這樣就來看一下 K跟Benny這邊能不能夠出一波GANK呢 這個是有紅BUFF的雷克薩 率先轉了出來 先射了第一發 掛上了點燃之後 這一邊起來 翻山翻到了秘密蛋 順利的拿到這一顆人頭了 手刺是讓K給拿到 對 那秘密蛋這邊的處理我覺得也很好 他知道這個GANK有太多機會 可以再嘗試像剛剛那樣子的GANK 對 看得出來卡塔在這一場比賽當中 喔 先來看一下下路線的部分 這一邊蛇蛇要直接點了 哇 這一邊雷神牛 陪著上點燃的傷害 能夠順利收掉對方性的流動 這NL的血量也很殘喔 這是一個一換一 那這邊其實如果是一個一換一的play的話 其實沒有很專業 在旁邊 順利逃脫 雷克薩要來囉 雷克薩配合上吸血鬼 這一邊卡薩被靠了大局的情況下 閃現也交了這個翻山沒有翻到好可惜喔 這邊卡薩小花媽往前一跳 但是可以這一邊坑上掉 哇 但是一樣是被禁給收掉了 這個雨是衛到的牛身上 沒有六級的牛 這邊也是難逃一死的 這個人頭會由誰收下呢 誰有這種吸血鬼來拿到這個人頭 Team Mist的這個轉線跟支援來講 是非常流暢的 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個時間 雖然說是這個奈德利 是直接進去兇了任一波 不過後來很快的包含的是 K這邊也有直接傳送 我覺得最後是Breeze的這個致命伏筆 也是丟得非常的精準 在最尾端的地方直接掃到了卡薩 我覺得Team Mist在這個遊戲前期 展現出不一樣的這個風格喔 真是非常有自信的 他們知道對方的套路喔 這邊NL是被CC到翻山之後 又見了一波沒有閃現的NL 能不能夠互換呢 這一邊沒有辦法喔 又是一個射擊 又是一個射擊 這個人頭是用近一點 回頭去夾擊雷茲 這個大絕沒有大到喔 這個雷茲是閃現逃脫了 對 但其實他們並沒有放棄這個擊殺的機會喔 還有菲斯這邊已經沒有閃現了 雷茲是危險了 為了一條雨之後 兩個人 三個人在做dive 這一邊TP也取消了喔 順利的拿到了Maple的這顆人頭 我其實覺得這邊這個擊殺的call 下的蠻果斷的喔 是直接K的下來包 我的雷茲在左邊的草內 其實微風很靠右色 哇 這邊看到鬼了 還不快跑 這就是瞬間被禁過的情況下 一根長矛 咔嚇 剪尾 尾到了這顆人頭 這個 果然是學長的這個 還是比較好 這個吸血鬼其實在以前當中 吸血鬼這隻角色都要搭配隊友 有這個大CC嗎 才有辦法做出他的優勢 哇 這一邊是直接一個閃開 這邊是有沒有專地洞 但是還是很危險喔 這邊是有雷茲收頭了 轉角碰到鬼 這個光頭王在追近 但是能不能夠追到 有頂位在 對 他剛剛那個位置 哇 青看起來 鏡這邊是開啟了大絕了 難道是要開一波會戰嗎 哇 Meple這裡需要特別小心喔 喔 Meple這邊是有點小心 開啟自己進了之後 直接被收掉了 太高的傷害量了喔 鏡這邊第四發 活生日的射在雷茲身上 那如果沒看錯的話 那個是一千兩百 這邊 左邊是吸血鬼 巴的一個大絕是空了 鏡在遠端開啟華麗謝幕之後 吸血鬼用血池進場 這邊是雷茲先擊到了秘蔓身上 K這邊回頭衛魚是回到了 是牛身上之後呢 率先倒下 這邊只要四名人員的TM 有沒有辦法掌握住這個會戰呢 快點啊吸血鬼也直接死掉了 哇 三個人直接傳說隧道 趕快逃脫啊 快逃啊 但是這個回頭是暈到了NL 但是這條巴龍呢 一樣是可以拿到的 他們是一名人員都沒有喪失 這邊其實我覺得算是 K有點太急了 因為他非常想要去 直接切掉NL這個點位 但問題在於說 以現在裝備來講 要去單手掉 單手到NL是比較困難的 我們可以看到 他只有一個寒冰霸的選擇 這是一個正面高地的五打五嗎 喔 蛇蛇的牛進去了 這邊還是有大絕的喔 因為巴龍沒有大絕的情況下 這邊是很難防守的 但是不打沒機會了 結果進場血吃之後呢 秘密彈坦住了一套傷害 NL這一邊是回頭拉掉之後呢 秘密彈倒下 哇 這一邊是配合上禁的這個大絕 禁這個大絕很重要 命中了 2-8-3-8 接下來蛇蛇這個人 是由肉爾給拿到 接下來第四發那邊有命中喔 NL這邊帽子月千來到了 都還蠻難做抉擇的 哇 這個長矛上去閃現 哇靠這一邊不愧是韓服的奈德利 菁英級的奈德利這一邊 展現出他個人的操作了 太誇張了 他進這邊開啟了鬼刀 但是也沒有辦法防守喔 這邊還不開嗎 巴龍第二次大絕的嘗試 一樣是運到了NL NL這一邊是一樣是被CC的嗎 沒有回頭奧數月千 吸氣鬼這一邊就是擺了命了 就是要直接殺你 但是被禁錮了 回頭是血池加上竟然拉掉 命運彈的傷害能不能夠坦住呢 這邊命運彈有GA 哇 原地倒下之後又復活 吸氣鬼直接陣亡了 雷克薩也陣亡了 這邊吸氣鬼是用血池逃脫喔 還活了下來 但是 哇 微風這邊倒下 這一個小樹精配得上是 Maple 加速上去 配得上牛的閃開 OK 這邊能不能夠逃脫呢 一點點血量 哇 還是倒下了 吸氣鬼這邊活好久 他真的是好會吸喔 我還以為他死定了呢 這邊還是 哇 還是倒下了 就是你已經活到最後了 你對我已經全部都倒下了 基本上你沒有什麼回力 回天法術的一個機會 你沒有回天法術 沒有什麼機會了 神亮這邊不拖泥帶水喔 不跟你眼尾不跟你魔 直接在下落就直接破掉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剛剛其實